我累个叉叉叉 这个男人真是个畜生 他杀害父亲 强奸母亲 打死奶奶 家里人折腾完后 他又将独手伸向了村里的女人 上至八十岁老胎 下至几岁小孩 他都不放过 如此一名连畜生都不如的牲口 但警方却表示拿他没有任何办法 直到最后 七位代表正义的梁敏 用他们勤劳的双手 亲手将这个靓仔给强制报废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这七个人竟全是他最亲的人 其中包括他的亲生母亲 2001年4月份 四川省卢州市皮博镇派出所 接到一通报警电话 一名自称梁远超的人 他告诉警察 他伙同六个小伙伴 将村里一个叫梁二娃的量仔给嘎了 当时警方一听死人了 立即来到了现场 并将六名同伙先控制起来 而报案的梁远超竟然不知所踪 随即在几人的指认下 警方在一处田地里 将死者梁二娃给挖了出来 经过法医的鉴定 最终确定死者已经死了 死亡原因是被人电死的 得知这些结论后 警方一阵唏嘘 可正在警方疑惑之时 村里的Ladies and乡亲们可乐坏了 得知二娃被尬了后 所有人不仅没有恐惧 反而欢呼雀跃 据他们所称 这个梁二娃就是个祸害 村里大多数小姐姐们 都遭受过她的骚扰 不仅如此 她连自己亲生母亲都强奸 如此禽兽般的出生 死了简直就是净化空气 随后两百多位村民联名上书 请求法院对凶手轻判 并建议法院为妻人 送上为民除害的锦旗 那么这个梁二娃 到底干过怎样的事情 以至于让全村人如此唾弃呢 后经调查 该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也逐渐清晰 原来梁二娃从出生开始就是个坏种 几岁时她就喜欢抢村里人东西 更是对村里的大姑娘小阿姨动手动脚 为此村里人是苦不堪言 直到十几岁时 她跟着同乡一起南下打工 这时候村民们终于过上了几天安稳日子 然而这孩子打工没多久又回来了 她在打工期间 钱倒是没赚到几分 反而在东莞学会了吹拉弹唱 甚至到最后直接搞成了精神分裂症 当她回到村子里时 村民们的噩梦也随之而开始了 因为这个梁二娃 平时出门 裤裆里都会放两把菜刀 遇到看不顺眼的人 她上去就是嘎嘎两刀 对此街坊邻居看到她后 纷纷都会赶紧逃跑 特别是一些新国门的媳妇 更是听到梁二娃名字就会感觉膀胱一紧 另外梁二娃还有一个恶媳 那就是喜欢去村头娱乐会座找小姐姐 因为自己没钱 所以每一次她都会白嫖 不仅如此 事后她不仅不给钱 甚至拿出刀筒了老板几下 然而就在案发一年前的一天 二娃想要再次去会座时 苦于身上没钱 于是她找到父亲所要 可当时的父亲早已被这个栽旧子伤透了心 根本不愿意给一分钱 为此梁二娃一气之下 拎起凳子将父亲强制报废 事情到了现在 大家都知道这孩子没救了 然而还有一个人一直疼爱着她 那就是梁二娃的奶奶 当时她不忍看到梁二娃没钱了 于是把自己的棺材本也给了梁二娃 可不料这孩子眼看奶奶有钱 于是用完之后又找到了奶奶 此时年老的奶奶根本就没有钱再给她 一气之下 梁二娃将奶奶的被子全部扔进厕所 不仅如此 她还将奶奶一把抱起 随后摔在地上 那老胳膊老腿 这样一折腾后没过多久就去世了 随后她将奶奶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部变卖 到此 你可能会问这种十恶不赦的年轻人 法律难道不能收拾她吗 事实上在当时还真不能 因为这一伙就是个精神病 如果之前她干的事情是丧心病狂 那接下来她对母亲做的事情 那就简直是禽手不如了 之后一段时间 她竟屡次对母亲进行了禽害 此时她只想把这货给塞回去 更让她痛心的是 梁二娃亲害完母亲后 又让她去村头娱乐会所卖身赚钱 实在没有办法 母亲只能去到广东大儿子那边 试图躲掉这个瘟神 可母亲这样一走倒是躲掉了 剩下的村民们可就遭老罪了 此时的梁二娃已经成了人人喊打的胎神 但又没有人敢真正的去跟她干 只能不断地躲着她 为此村里不少妇女遭了她的罪 直到案发前 梁二娃的叔叔教育了她一顿 当她受到欺负时 扬言要将叔叔的儿子砍死 这一刻叔叔坐不住了 立即联系了梁二娃的母亲 并让她回来商议此事 此时二叔提出把她给噶了 当时作为梁二娃的母亲并没有反对 反而举起双手赞成 但为了提高成功率 于是他们找来其他几个亲戚好友 而这些亲友们 眼看人家母亲都大意灭亲了 自己哪还有不帮的理 于是就这样 几人将梁二娃控制起来 接着用电线直接对在了她身上 很快梁二娃就被枪制报废 随后他们几人在后院挖了一个大坑 亲手将这孩子给埋了进去 事后梁二娃的二叔赶紧进行了报警 但由于当时她太过于害怕 所以报完警后又跑了 不过没多久 她意识到自己跑了和尚跑不了庙 一分思索过后 她又再回到警方投案自首 生意识到我上来 搬了啥 啥不啥的 我根本我也懂不得 这些孩子真的没有女人 我没有去一趟 我没有在家 帮我帮她回一家 回一家 没什么事怎么办 但我结束不懂败了 我必须不输 我想帮一个人忙 不安的事 到此整个案件水落石出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你遇上梁二娃这种变态 你会怎么应对呢